大家好,我们是小精灵目集中,卷秀体验ESG,环保生活动起来 目录,以上是本组的目录 1.序论 研究动机,本组以环保的核心,在寻找店家时,发现位于彰化卷幕生活馆,以卷幕皮为主题,引发本组好奇 因此,本组以卷幕生活馆为研究对象,并结合现今流行的ESG永续定义议题 研究目的,以上是本组的研究目的 以上是本组的研究架构 研究限制,本组因时间与人力有以上两点限制,并透过于官方持续讨论,以补足内容效度 除了上关领域,本组有跨着的设计领域 2.研究过程 循环种植,树木的固态效用的有效减缓气候变迁,若将固态效用虚环的树木制成木制品 同时种下新的树苗,更能让环境与经济效益最大化 ESG,ESG分别为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其公司治理 主张商业力与环保及永续发展达到可能等 上图为本组所采用名称指标,并融入4P策略,发展为ESG行销策略 起源及理念,总监跟父亲去非洲采购原料时发现当地森林树木招滥发 而父亲公司所研发的卷木皮壳有效减少木头的浪费,且其具有环保利率感强等优点 总监为推广卷木皮及环保医师创立卷木生活馆 SWAT 较加分析,卷木生活馆可多利用网络平台宣传管方理念 并可以供社验者商量增加班次,解决地理位置的劣势问题 行销是PE馆内的产品皆使用DIY手作体验 而在推广上本组发现除了透过网络宣传及人员销售外 也透过公益活动让大家认识卷木生活馆 三,研究结果 本组经交点团体法及第二次访谈后整理出卷木生活馆 目前已采行及未来建议的ESG行销策略 以上请参照 环保大赢家本组经实地访查后 得知卷木生活馆已有趣的方式教育民众环保 且民众较多喜欢娱乐性质的产品 因此融合教育及娱乐设计的一款桌游 以上成果请参照 环保课程 为拓展员课程受众年龄 本组规划一套对象为13至18岁的环保小经营课程 介绍卷木生活馆及木头相关知识 并搭配本组所设计之环保大赢家座 来生化学员对此课程的影响和理解 以上为课程部分简报及过程请参照 根据问卷结果得知产品具环保特性 可增加消费者购买意愿 而本组发现卷木生活馆主题是活动较少 知名度较低 因此设计环保奇愿灯 并搭配被警长供民动DIY及打卡 并给卷木生活馆参考 馆方论可其产品表具可行性 宣传影片 本组透过宣传影片方式增加馆方的曝光度 并与馆方进行影片内容讨论 最后以block方式以游客角度拍摄 呈现卷木生活馆御家娱乐及推广环保的理念 赖官方账号 本组开设赖官方账号提高回复效率 并推广商品及活动讯息 最后也给予馆方阅览及测试过后 表示由医院接受本组所建议的账号 以上为其中所设置的内容 四 讨论 问卷书名 本组想透过问卷了解馆方的证明度 及民众对于木制品环保性的了解程度等 因此问卷的对象包含 曾聚过及未续过卷木生活馆的民众 基本资料 以上为问卷的基本资料 针对有续过的民众 消费者参观完可提升上于环保的意愿 针对没续过的民众 大多数名众未曾经收过卷木生活馆 课程问卷说明 本组针对学员在上课前后对环保知识的了解 及客户满意度进行调查 课程前后分析 从上途可知 宣导课程及体验 作用可增加学员对环保相关的知识 课程满意度 可发现学员对课程整体满意度高 5. 结论建议 卷木的表皮已经上期以后 需不需再进行加工处理 因此不会产生假装 环保安全外更能缩短工时 让消费者使用更安心 卷木生活馆基地参与公益活动 三尽慈善责任 建议透过本组的实作 可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 解决管方知民度不足及 回复效率不加等问题 并结合结清文化设计产品活动 成为新的打卡经典 让我们一起成为环保小经理 一起爱护地球 谢谢大家